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教育業長期以來都一直處於一個人力匱乏的狀況 加班11、12個小時已經是常態了 如果我們今天會貿然以監災為由 繼續去鬆綁公使槍線 本輝會認為 如果你只是為了要追求更高的運能、更多的營收 而疲勞駕駛所伴隨的企業安全 以及這些過勞的駕駛在路上開車 所伴隨的多多安全問題 勞動部這樣子貿然的鬆綁公使 它能夠顧起相應的責任嗎? 像你剛才有聽過的一位宅配司機 我們可以看到這個圈起來的時間 已經是晚上11點多了 一位宅配司機 他早上7點多上班 就只送貨送到晚上11點 還在外面收貨 還沒有把貨擠完回到公司 這就是這幾天 貨運業、宅配業 這個貨量爆量的情形 那非常多司機都已經是在 非常高的公使的壓力之下了 所以我們要呼籲勞動部 盡快的去拿出要如何在放關公司後 確實監督公司的配套措施 在外面收貨搜封公司 在外面收貨搜封公司 到外面收貨搜封公司 看起來